各位好 歡迎左近新聞週刊 首先帶您關注 越南快訊報導 中國籍散貨船5週8號發生食物中毒事件 在越南外海求救 截至週六已知有12人身亡 另外有9人送醫治療 其中3人情況危急 救援單位說 5週8號載有21名船員均為中國籍 救援隊到場時已有10人死亡 另外11人被直升機送往搶救 1人在途中死亡 另1人在被送往越南昆島軍醫中心後不治 其餘9人正在昆島縣醫院治療 昆島軍醫中心表示 6人身體狀況恢復穩定 另外3人情況危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劉海英 江迪亞綜合報導 中共二十大前 各地極端防疫清零層層加碼 多地因為出現染疫個案而全面封鎖 北京 深圳等多個大城市的防疫升級 大規模核酸檢測的畫面再度出現 清海省戈爾木 西藏 新疆封鎖近2個月 民怨4起 而中共衛健委再次強調 堅持所謂的動態清零總方針 專家認為 二十大前各地的防疫清零政策會更加極端 天津又爆發疫情 截至30號中午 全市有68處高風險區 38處中風險區 日前網傳10月1號起開始封城 但是官方否認 通告29號全市範圍進行核酸檢測 29號 深圳又有多地被封控 再度出現大規模排隊核酸檢測的畫面 深圳居民鄧先生表示 病毒已經減弱了 全世界好多國家早就取消防疫管控 連口罩都不戴了 共產黨還在以疫情為名控制老百姓 新疆乌鲁木齐部分地區已經封控50多天 不少居民在網上發出求救 29號網傳視頻顯示 在一處收費站 大批人群聚集 高喊撤安檢 還自由的口號 此外 28號 上海金融中心陸家嘴 因為有一人核酸異常 再度封控 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據中共衛健委消息 9月30號 全青海僅一例感染者 不過 青海省格莫爾市民眾披露 當地封控已經近兩個月 政府偷摸封城 居民快斷糧 社區靜態管理 不讓送物資 10月1號 格莫爾市餐飲業老闆 告訴新唐人 當地沒有聽說有疫情 但是也劃分中高風險區 把老百姓全部封控起來 青海省格莫爾市某賓館員工說 封控太久 老百姓怨聲載道 但是也沒有辦法 而網上曝光的戈爾木星原路社區發布的防疫通知 也可以看出當地防疫手段的嚴酷性 政府甚至對居民在家 何時使用廚房都有規定 停止使用換氣扇 以及家庭成員要在各自房間用餐等等 中國十一假期來臨 至少有24個省市 80多個地區發布提示 倡導就地國節 放假不能回家 再度激起民怨 有人嘲諷 封是國節吧 而中共衛健委再度強調 堅持所謂動態清零總方針 專家認為 二十大前各地的防疫清零政策會更極端 中共衛健委日前宣布 10月31號前 無疫情的地區也要常態化核酸檢測 這個時間點正好涵蓋二十大 高盛集團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認為 即使二十大結束後 中共仍會堅持動態清零 直到2023年兩會以後 才有可能做出調整 新唐人新聞週刊 劉海英 茗玉綜合報導 中共極端清零之際 國企都在重新的開放邊境 台灣方面宣布 從10月13號起 結束對入境人員的強制隔離 台灣衛生福利部宣布 10月13日起 入境人員不必再進行居家檢疫 而改為7天自主防疫 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王碧盛證實 將放寬邊境管制 每週最多允許15萬遊客入境台灣 從10月13日起 入境旅客只需在底台時接受快速檢測 如果檢測結果為陰性 則可自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許多台灣民眾也為重新開放感到高興 並期待在兩年的封鎖後再次出國旅行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言書綜合報導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第二度訪問台灣 28號蓬佩奧指出 他相信在中國也會發生如同柏林圍牆倒塌的事件 而且它會來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快 同一天中共派出軍機31架次 艦艇4艘次侵擾台灣 另外在中共11前夕 為維護東亞安全 美日韓三國軍艦 在日本海舉行了聯合訓練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半年內兩步訪問台灣 28號在高雄演講 指出1989年 他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的時代 他深信同樣的事會發生在中國 而且這天會來的比大家想像的更快 蓬佩奧表示 自由世界應該在戰略上與中共脫鉤 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是自由貿易的典範 當天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蓬佩奧 同臺出席世界台商聯合總會 他感謝蓬佩奧對台灣的重視 也邀請台商一起拼外交 讓世界看到台灣 在三天的年會中 有來自全球超過50個國家的800位台商 估計被高雄帶來千萬元以上的商機 就在蓬佩奧來臺之際 中華民國國防部28號表示 真獲共機31架次 共艦4艘次 為維護台海及東亞安全 30號 美日韓三國軍艦在日本海聯合訓練 項目包括因應水下潛艦等 陣容包括三國的7艘軍艦 在此期間 聯合國大會正在召開 台灣無緣遇會 中美代表蕭美琴投書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呼籲 是時候終結聯合國對台灣的孤立了 在中共的打壓下 台灣依舊被排除在外 第77屆聯合國大會總辯論 有9個中華民國友邦為台灣仗義直言 正面 絕對台灣的參與法制 人陣格勤送出一個協助 從國際上的社會 從未能夠感應和分成 NORM開支配合 在財富的活動ance 我們不必須外國磯 一個外國極多的一個文革 讓它有好處 在所有 конфlu咖啡的運作 兩位總理發言 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與各項國際組織 敦促聯合國洋氣排擠臺灣的過時政策 既拜登總統之後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也在聯合國 呼籲維護臺海安全 蓬佩奧也重申 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也不需宣布獨立 美國早應該承認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的現實 新唐人新聞週刊黃燕華 吳慧珍綜合報導 9月30號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 將烏克蘭東部四個佔領區 劃入俄羅斯版圖 此舉遭到美歐齊聲譴責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天回應 烏克蘭正在加速申請入盟北約 並將奪回被占領的領土 9月30號 普京簽署文件 正式宣布吞併四個烏克蘭占領區 當天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回應 將奪回全部被占領領土 並且正式提交了加入北約的申請 根據北大西洋公約 一旦加入北約 烏克蘭將得到盟國的軍事保護 但能否成功加入 必須由北約成員國共同決定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 普京曾明確表示 永不允許烏克蘭加入北約 以防北約進一步擴大勢力範圍 威脅俄羅斯安全 不過 澤連斯基表示 已準備好與俄羅斯進行談判 但絕不會與普京會談 對於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 澤連斯基憤怒回應 將奪回所有被敵人佔領的國土 就在俄羅斯宣布吞併烏克蘭東部領土的同一天 美國政府公布了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裁 9月30日 拜登政府宣布了對俄羅斯的新制裁措施 美國對俄羅斯實體和個人的制裁範圍都大幅擴大 其中 在有57家俄羅斯實體因支持俄羅斯軍隊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出口管制名單 而在對個人的制裁當中 俄羅斯軍工企業的14名成員 俄羅斯立法機構的278名成員 被美國財政部列入制裁名單 新的制裁名單還擴大到克里姆林公官員的親屬 包括配偶和子女 此外 英國和歐盟黨也公開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俄羅斯非法吞併鄰國領土的心境 新唐人新聞週刊 趙鳳華 陳莉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一直屬於黑箱作業 最近 一名大陸的博主 只因為向公眾介紹了添加劑 和餐廳美味佳養之間的關係 就遭到了麻煩 帶您看一看 像這樣看上去香噴噴的合成牛肉粒完全不用一丁點牛肉 只需要加上黑科技配料 食品 添加劑 即可輕鬆自製 不僅如此 還有合成花生鹿 合成蜂蜜 合成燕窩等等 各種美食製作的流程讓人大開眼界 今天教大家做一下肥仔牛奶 今年6月 一名叫辛吉菲的博主意外冒红 給大家介紹用多種黑科技製作美食的過程 隨著點擊量升高 越來越多的網友表示 感覺自己都被餐廳裡的美食給蒙騙了 原來全是科技加狠活 烤烤香膏 爆烤鴨香膏 老闆娘 這些都是正经厂家貨嗎 對 這些都有自己談的 都是正經厂家貨 現在餐飲添加劑問題出現在於購買人群 沒經過專業的培訓 操料 就是啥樣人都能買 啥樣人都能用 在家裡越多 毒性越大了 對 人的身體傷害越大了 沒有人去告訴你 這樣的說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話 加到一定的程度的話 那可能就是真正是像毒藥一樣 你天天吃著是在毒藥 你並不知道 看看辣甜為什麼那麼好吃 你看看這個是假的 很快星期飛就收獲了大批的粉絲 但是隨之而來的就是被迫註銷賬號 就是我視頻裡面違規違法了 還是違背道德了 還是說這個添加劑是違法的 並不是說這個添加劑是違法的 那就不應該給我打電話 因為我說的就是這樣 整個行業就是這麼做的 我在視頻上上吧 我知道這東西怎麼做 就是這麼做的 你平時不和花生露嗎 星期飛的這些視頻呢 它揭穿了很多假食品和有害食品的牢底 它當然會得罪很多有錢有勢的人 關鍵是呢 很多這樣的食品企業 它為了追求暴力而造假食品 其實呢 是和當地的這個政府監管機構 這種勾兌是串連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中共那種悶聲發大財的模式 它蔓延到了食品行業的一個典型例子 9月28號晚 在抖音平台上已經搜不到星期飛的賬號 星期飛最後只說了一句話 只因為背後的資本太強大 最終無奈消耗 它說這個資本太強大的背後呢 其實我覺得它指的是整個假食品在大陸呢 它已經形成了這種官商勾結的一條利益鏈條 這個東西太強大 這種官商勾結它使得很多的不法商人和政府官員之間 結成了一種利益共同體義 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 所以呢 星期飛它所影響的 不僅僅說是影響這些人的商業利益 更重要的是呢 它被視為是影響了相關監管機構 這些官員的政治利益 它會被視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 是散播負能量的一個典型 所以它被封號 它真正的原因是背後的政治因素 新唐人記者瑞麗 紐約採訪報導 好的 下面也帶您看一組中國新聞解訊 比中共二十大約半個月之際 官方簡潔披露 東部戰區和西部戰區高層人事變動 林襄陽掉入東部戰區域半年後 首都正式已經擔任司令員 西部戰區新任空軍司令員則是裝紅兵 中共軍方人事屏洞的詭秘情況引起關注 中共發改為9月30日再次向市場投放豬肉儲備 並要求各地連動投放儲備 以應對近期豬肉價格飆升 但效果不佳 這也是中共官方9月以來第四次投放豬肉儲備 單月投放量達歷史最高 新航雅電視總理報導 好的 休息一下 之後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新聞週刊 最近有媒體調查出 中共警察已經在加拿大多倫多設立三個非官方的所謂海外警務服務站 也被稱為海外派出所 海外110 引發了各界對中共跨國鎮壓的巨大擔憂 我們來看本台駐加拿大記者李威發回的報導 好的 謝謝主播 據悉在多倫多設立的三個海外派出所 這只是中共位於數十個國家的50多個類似機構的一部分 這種做法是道德上是邪惡的 法律上是違法的一種非法的行為 這個事情應該引起越來越多的人的警覺 就是中共的滲透已經到了一個完全肆無忌憚的程度 由非政府人權組織保障衛視9月中旬發布的報告顯示 這些海外派出所是由中共公安部下屬公安局所管轄的 他們主要在海外實施非自願遣返政策 只要海外的中國公民被中共認為違反了中國法律 就通過各種手段強迫他們回國 報告稱 這種做法不僅針對所謂的犯罪分子和腐敗官員 更是針對持有不同政見的人 中共避開了官方的雙邊警察和司法合作 其日益增長的跨國鎮壓和長壁警務更令人擔憂 報告還稱 這一做法使得在國外的合法中國居民完全暴露在中共警方的法外目標之下 幾乎無法獲得國內法和國際法所認可的保護 採取這種租聯的方法用他們的家屬來作為人質 用他們的親人的親情來作為他們達到目的的一個手段 這在道德上是非常邪惡的 海外的華人應該勇敢的贊助來對這種行為進行抗爭 好的 我們繼續關注這類話題 現在把鏡頭交還給演播室 好的 謝謝李維 再來看到 哪個國家從美國的科技研究成果當中獲益最多呢 答案居然不是美國 而是中共 美國五角大樓的內部報告對此敲響了警鐘 美國五角大樓的一份內部報告中 引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提到 幾乎所有案例都表明 中共 而非美國 是國防部和其他美國政府研究投資的最終受益者 其中一些投資規模巨大 參議員赫恩斯特表示 必須揭露和解決這一問題 具體操作是美國公司從五角大樓獲得資金用於技術開發 這些公司隨後被中國招募 繼續為與中共軍隊有關的機構工作 荷恩斯特參議員在給《大紀元時報》的聲明中 引用了報告裡的一個例子 一家現已解散的美國公司的一名研究員 和聯合創始人獲得了四項資助 用於開發橫天器和無人機技術 據稱 他們被中共政府招募 現在正為隸屬共產黨政權國防部門的相關機構工作 新唐人地視台記者布林奧威斯特 劉海英 將地亞綜合報導 好的 稍事休息 之後歡迎您繼續回來收看新聞週刊 新唐人電視台第八屆全世界華人美聲唱法聲樂大賽 週五拉開了帷幕 多國選手相聚紐約 準備好自己喜愛的曲目 爭取打動評委和觀眾 週六的精彩副賽和週日的決賽盛況 歡迎您瀏覽本台的郭文王 30日在紐約曼哈頓的初賽 吸引了來自四大洲的選手 他們表示在疫情期間克服了種種困難 相聚在一起 很珍惜這次比賽的機會 近兩年各國的疫情防控 減少了藝術家們登台演出的機會 即使對於一些舞台經驗豐富的選手而言 這次專門出國來登上國際大賽的舞台 有著更特別的意義 雖然演出經驗已經很多了 但還是有點緊張 因為已經很多年沒有參加比賽了 根據大賽規定 初賽選手每人演唱一首自選歌曲 不限定語言 一些選手在這個環節 準備了用美聲演唱中文歌曲 中文其實它的發音是非常的難的 就是相對於意大利語的話 其實要很豐富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在這方面 可以給自己一個挑戰 我在台上演唱的歌曲全是英文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能夠唱一首中文歌的話 為什麼不能 因為平時都沒有這個機會 更何況是在一個紐約的場所 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很多很好聽 很好聽的中文歌 讓美國人也聽聽 就是我們很好的作品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分享的形態 我覺得是這樣 我也發現 這些歌真的是非常的優美 非常的動聽 然後是有些歌 大概的歷史都是幾十年前的 但是那個旋律依然就是說 動聽打動 我都沒有想到 就是有來自澳大利亞還有加拿大 就是有從其他地方飛過來 然後專門來參加這場比賽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就有一種 就大家凝聚在一起 有種加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大賽 可以讓華人可以站上國際舞台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能夠參加這個比賽 我覺得非常高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凌昭 尚敬紐約採訪報導 好的 感謝您收看本期的新唐人新聞週刊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 再見 vi out Matthias